評估到教師除了他實際在研究室 或者是他實際可能教務上規定 就是他要一定的時間在那邊做班之外 他其實那個廁所的使用量也是並沒有那麼高 那是可以回留給學生使用 然後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阿動的部分 我們發現男側跟女側的比例是不一樣大的 所以我們也是把男側做中間隔開 然後我們就變成是有量多 就變成說有男側、無性別廁所還有女側 那我們是在隔開之後 我們再繼續把裡面的配置去做改變 那現在就變成說男側的話有六個小便斗 那是我們是又圍造原本的小便斗貼著牆的設計 然後再來就是側間的部分有一間是敦系的 也就是同用的 然後到了無性別廁所這邊的時候 我們把無性別廁所跟所謂的方便廁所就把它合併了 就變成有五間了 而且我們考慮到說輪椅可能他進去還是需要空 他進去可能需要一定的寬度 所以就稍微留了比較大的走道 然後再來就是女側的部分 我們女側等於就是原本的女側不動它 可是我們把側間變多了 就是有六間敦式的一間傳統的馬桶 然後一間通用馬桶 還有工具這我們就是把它最後是設置在女側的部分 然後再來 再拿不到S這一邊的時候 我們S洞我們的公式是說 我們要把S洞全部就變成無性別廁所 它可能會離R洞隨身上課的教室路線比較遠 那我們就會希望說是不是在R洞的電梯出入口樓梯間那邊 或者是就會有一個明確的標示說 其實那邊還是有廁所的 而且那邊是完全的同用廁所 那就是無性別廁所然後裡面我們的側間全部都採用 採用就是可戰可頓的那種通用側間 對然後但是我們有考量到一件事情 是因為它那邊空間比較小 那如果你身障的同學如果他是坐輪椅或什麼的 他要到那邊去上的話 那我們必須考量到到誰來坐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通道稍微 就是側間跟通道的比例可能要實際去算過 然後基本上S洞我們不去改門的部分 就等於只是把兩間都變成無性別廁所 對大概我們目前R跟S門合起來是改成這個樣子 對然後剛剛有講到說 R洞的廁所只有1到8樓 那9樓以上的他可能就是要選S洞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往下一層樓 對就是還是可以拿S洞那邊去啦 只是就是剛好那個問題就有點被解決掉了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這一組的最上邊 洗手台 因為為了就是想要說把整個的比例變寬之後 變空間我們要讓測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讓那個測所 電氣的量是變多的 所以我們覺得說如果實際上洗手台它目前是長在這一道牆 表示說它的水管的管線就是長在那裡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改變洗手台的設計 因為有那種洗手台事實上有的可能中小學 就是它是一條溝式的 然後它上面有好幾隻水龍頭 就可以用那一種的 對所以我們在這邊打算就讓它變成有點是L型的 那種那種勾式的洗手台這樣子 那個我覺得基本上 你們的比例的估計可能有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擠進去 可能連進門都有困難 因為你看那個R棟的 應該是S棟老師的那個旅測 兩間我們每次站兩個人進去就擠了 就是你根本不能再加兩間的 那男測我想也不可能那麼多 還有剛剛那個 我覺得我們的原則好像是類似的 就是像R棟說 先是男測起來 把男測隔出來 然後我們剛剛也嘗試說 男測能不能放入隔間 後來就是因為我們比例比較務實的去考量 覺得非常困難 所以還是讓男生委屈一下 大便的話是來無性別 那可是基本上就是男女是各有一個空間 然後中間有無性別 那感覺上我們 然後我們的老師的部分 我們也都是改成的無性別 所以原則我們是一樣的 只是數量的估計有滿大的落差 你們這看起來 因為如果一個非常擁擠的廁所 我想也不是太友善吧 就是進去只有門跟壁牆 比較緊進去中間 我想可能會 不過基本上我是覺得 我們兩組的原則好像滿類似的 對 原則好像差不多 其實好像那個側肩的比例 那只是說你們是不是也是覺得 男測小便斗旁邊一定要設法 即便犧牲小便斗也要給他一個大便肩 這一點我不知道你們這組 那個時候是不是 我們是有點偏想是這個樣子 啊 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他不能上無性別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一個考量是說 就可能還是有人堅持說他就是得分開 他就是得男測女測無性別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 他可能還是會覺得就是說 我就是要分 我就是不想去進入無性別廁所 對 他覺得還是堅持要分 所以就變成就是 阿東就有男測無性別跟女測 然後也自動就全部是變無性別 這樣子就是如果他堅持男女 還是要分開的話 他還是可以去 男生他還是可以在原本的男測裡面 就可以有測件可以使用 對 我們的考量是這個樣子 來 麥克風 還有一點點補充 就是剛剛你說有些人 有些人是他在想 就是不想要上那個什麼無障而已 無性別廁所 對 無性別廁所 但是那個我想應該是需要時間去接受 就是時間去適應 這個是觀念 對 那個可能是觀念的問題 可是我們覺得應該有人是 隨著時間他還是沒辦法改變觀念 對 所以就是如果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其實兩種就是你可接受不可接受 他其實中間還是有那個過度的替代 對 那你們老師這邊裡面側肩有沒有小便斗 還是你剛剛說都是通用 一方面通用其實他的尺寸 就不會像現在可以放那麼多 因為他還是需要稍微大一點 當然一方面是通用 雖然是可坐可蹲 但是男生小便會不會有點會 剛剛其實我們隊主的時代是 男生小便需要小便斗 比較不會噴出來還是什麼 我們有考量到提供馬桶做電子 可是我們覺得好像他有一個最現實的一件事情 是他等於是每年要多一筆經費預算 來做這個來放置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我記得好像曾經有過學生抱怨 就是說學校的側肩裡面有那個衛生紙 或者是的那個那個架子 那為什麼學校沒有提供衛生紙這件事情 那時候學校的回答好像是說 那個是廠商在做的時候 廠商自己送的 就是自己送的裝上去 但不是學校原本就要裝的 所以學校沒有責任要提供衛生紙這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我們在使用 我們就在考量的是 那他是不是未來就是有通用的廁所 就是而且是設置我們好像有比較有共識的 好像無性別廁所裡面會有通用的馬桶 那這個狀況之下 那提供馬桶做電子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等於我們真的等人去考慮說 去便利比預算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可能就是要再評估的部分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 我們先謝謝這一組 那通用廁所在數量上是比較沒有共識 那在無性別廁所的使用上面 關於使用者應該因為應該留有一個 不會可能習慣的問題 那需要有的認為是時間會改變 有的人認為時間不會改變 然後就是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這個地方還是屬於稍微有爭議的部分 但是在兩邊的設計上 其實多少都看得到替這個所謂灰色地帶 留下了一點設計上的空間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到目前為止來講 都是往剛剛我們前一個階段討論的方案 三跟四就是男女無性別的方向去走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個階段 那下一個階段的話是在進行討論 我們請那個... 不好意思,阿倫幫我開一下那個PowerPoint 那X洞的話是沒有的 再來的話就是地板的廁所瓷磚 因為每次清潔後它其實都會比較濕一點 那如果濕濕的廁所地面可能會有 對使用者上面來講會有一些危險 所以廁所地面的瓷磚是不是考慮 要採取這個方法的設計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之前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之前在第一次工作方 跟第二次工作方討論之後 主要的一些其他部落方上面的見解 那有一些跟我們今天有重疊 有一些可能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多花一點點的時間 在討論這個安全性原則的問題 那一分半的時間 那我就從這邊開始 請王玲來 就是想要請抓一個 如果針對安全性這個問題的話 你會有什麼想法 就是有沒有什麼可以避免或預防的 針對之前的工作方 然後我們剛剛會納出來的一些小討論 然後還有這一次 除了安全之外 其他對於設計上也覺得怎麼樣更友善 剛剛是提了幾個嘛 什麼高低差什麼 那大家如果現在也有想到 其實對於設計上建議廁所要怎麼樣 也可以提出來 都可以列入我們到時候問卷的資料 因為現在有點像補充時間 大概每個同學花一到一分半的時間 來進行一個補充 就是我們都選擇那個 增加無性別廁所的那個原則嘛 所以就是就是 那個出入口的地方就是 像剛剛講的就是高低起伏 就是要平均這樣子 他們比較好進出這樣 就是想要這個 那我以前想到就是那個 無性別廁所的那部分 就是那個水槽的話 那個每一種高低 我覺得都要設置 就是高的跟矮的都要設置 因為要考慮到行動部方面的人 然後還有做人理的人 所以是水槽的高低也要有設計 就好像那個門檻的高低也要分一下這樣 洗手台 洗手台的高低 就洗手分容 好 再來 因為我們這一組 剛剛那個無性別廁所 把無性別廁所跟那個 就是方便廁所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門的那個寬度的設計 就要考量 對 然後還有就是裡面一些那個 求救靈的那個設計的高度啊 也是要考量一下 對 好 來再來 求救靈的高度也要設計 好 OK 我是覺得那個衛生紙 因為我們女廁有時候衛生紙 就是用衛生紙的時候還要排隊 就是等 因為它只有一個設計一個放衛生紙的地方 讓我們那個拿 所以我覺得其實假如可以更友善的話 其實是可以想說 每間廁所都可以擺放一個放衛生紙的地方 不用說每次除了排廁所要等待之外 還要連就是用衛生紙的時候 還要就是腰盤 對這樣子 好 我考量到一個就是說 S-Done的廁所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使用過 就是它好像有裝一個裝置 是省電裝置吧 就是可能多久沒人進出的話 它可能就會自動燈就會關掉 那當你進去之後 一有人走進去之後 燈就會離合兩 那其實我們應該不是只有白天會在學校 有些還是有很多的狀況 我們會在晚上使用到廁所 那如果我們考量到晚上 就是廁所的照明的狀況 那是不是如果要考量到節能省電 那但是其實照明還是安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有這樣的設計感應 就是有人進去的時候 就是配上S-Done 那就是燈就可以立刻亮 不過不用說就是晚上好像你還要摸黑找不到燈 然後結果可能裡面有什麼暗藏什麼危險是不知道的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增加了無限別的廁所 那我們可能還要考量到的就是 我們其實應該是所有的廁所都有這個需要啦 就是那個是不是應該要有定期的去檢查 就是是否有針孔攝影機的設計 所以就是可能要防針孔偷拍這件事情 好,那所以其實這兩個意見就是 第一個照明系統可以 其實可以用一般現在零里都有設計的一種 你經過它就會自動點亮的 對,那至少讓人們就感覺 走過去的時候會覺得比較安全 那車 你